比较自由一点 早上跟下班都跑交通车 然后中间接个中间烫这样 这样算起来一天也可以拿到七八千块 当游览车驾驶三十年的何先生 两年前花950万买游览车 每个月4千块靠航费 透过车行申请营业执照 再自己当老板接案 不要超过那个公司的范围以内 我可以多接啊 像这样的靠航车在台湾 就占了七成 但司机工时和车案问题无法掌控 十年内就有460人命丧游览车事故 不会吧 因为他们不是一直开车 很少的几率吧 他不是说是每辆车都会出事故呀 靠航游览车问题一大堆立为喊话 应该彻底裂管 车辆产权的纠纷 其实跟他们这个银行贷款 有很多的争议 这东西问题也所在 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会点迷 游览车靠航司机就称没劳保 在星期一的时候把我们 收购全部的那个游览车的一个 那个名单 驾驶名单已经提供给那个劳动部 那劳动部他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去 对这个部分做查核 政府要查但游览车司机也有苦难言 大部分都是银行有债务啊 有房贷有债务啊 都已经被银行推债了 不能没有办法加入老建保 查到某也要查车 因为2008年以前的车辆 也没有经过反滚测验 现在还有5000多辆这种车在路上跑 对乘客安全毫无保障 比较先端的这些电子辅助装置 确实老车辆真的没办法装 那比较老旧的车辆在好的驾驶 跟好的方式会应该加 好的车辆你都没有给我的 你给我一个坏的车 叫我一个好的驾驶 讲不过去嘛 另外是否能有评件机制 会将评件结果在适当地方张贴 或加强降优态列机制 让列等游览车淘汰 才不知让这些游览车的未爆弹 成为下一个悲剧 东森财政新闻 邀请李成勇 台北财务报道 请李成勇